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现场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火热进行当中 那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张又人 又人您好 天同您好 来给我们介绍今天晚上盛典 在接下来还会有哪些看点 那你在现场有哪些花絮 好的天同 现在我在主会场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嘉宾和观众 他们刚刚陆续进场之后来到现场 现在这里是高棚满座 而且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闹 刚刚在整个正式活动开始之前 有一个走红毯的环节 走红毯的嘉宾包括有刚刚正在领奖的汤伟 以及李乐施还有李泽湘等等 他们分别是来自人文自然创科等等 不同领域的入围获奖者 他们分享了在香港这里参加 华人盛典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另外也有多位的传媒界的人士 他们不约而同的认为 今天的这一场华人盛典可以在国际大都市 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来举办 其实体现了这场活动的重要性 同时也是展现了我们华人现阶段的世界地位 而在正式活动开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他来到现场并且为我们致辞 他在这次当中肯定了目前香港发展的各个现阶段的情况和他自己的体会 同时也肯定了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在传播华人声音 在传播华人故事方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和平台的一个重要性 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颁奖的环节 刚刚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颁出的第一个奖项 就是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他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物理学家 也是诺贝尔奖得主丁兆忠先生 他已经接近有90高龄了 但是仍然在探索物理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奥 但是又和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息息相关的领域 而在完成了他的这个颁奖环节之后 也由理乐师得奖者他探索了人类不同的高度 同时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大奖 将会颁给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 那到底是哪一位人物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直播 好 谢谢诱人的介绍 我们也会一起和你一起关注接下来的颁奖